反例,我刚刚讲,请各位自己补上每次月考的比重 比如说第一次30,第二次30,第三次比较高40 那如果总成绩的话,一般以前是这样做,就是说列寒克 范围的加总,这个成绩乘上这个成绩 加上这个成绩乘上这个成绩,然后再加这个乘这个 那最后呢,直接打勾啦,如果打勾之前你可能要考虑一点,就是等下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的这个比重这一列不能变动,所以就把11前面加上前的符号 OK,前的符号加上去 这样的话你可以打个勾,就可以向下填满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这个月考的总成绩了 里面如果你是有比重的,OK 那但是如果说你将来不想要这么麻烦,而且还要锁定的话 其实呢,在那个Excel里面,还有一个函数 可以取代刚刚讲的东西 那个函数呢,它叫做什么呢 Sum product OK,所以你可以在数学里面 找到Sum开头的 其实本来是讲Sum,不过Sum太简单了,大家都会 所以Sum if,底下有个Sum product 那Sum product这个呢,它其实就是什么 传回多个阵列,其实或范围 其实阵列在这边意思就是范围 所谓的范围 指的就是连续的 比如说像这个是 一个范围,里面有 三个储存格 这个也是一个范围 里面也有三个储存格 那也就是它说什么呢 多个范围 一个以上 多个范围 的 相应 相应 互相相应的 的那个什么呢,对应的元素 层积 有没有,相乘 之总和 总和意思就是 再把它相加 那不就跟我们刚刚做的一模一样 不过特别主义,一定要是一个范围 如果它是中间中断开来的话 可能就会有问题 OK,特别主义,所以 这个有个概念,因为它要什么你给什么对的东西 它就会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 硬是要给它中间断东西,那当然不符合它的定义了 那当然就做不出来了 OK,所以有的时候总可以问我一些 问题,但实际上我 只能根据什么 上面它不能不能做到去判断而已 如果它不行,那我跟你讲说不行 如果你要做某工,但不行的话怎么办,你就要自己写VBA 大概只能这样子 OK,所以以这一题来看,一定要连续的 那也就像刚刚的部分,我们用三拨打,再做一次一个 Array,Array指的就是 正列或范围,那我们把它当范围,第1个范围指的是这个 它的成绩 第2个范围的话指的是它的什么呢,它的比重 OK,两个 范围的成绩之总和,所以其实意思就跟刚刚那一样 然后你什么 第3个没有,所以第3个不需要,其实你会发现它还可以一直加 它印象中它可以最多好像255个 不过一般说真的没有人用那么多 大概几个就应该差不多足够了,OK,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它就帮我结果做,只是说有小数点 不然点多就是我们把小数点这部分把它去掉 然后向下填满 OK,那可是向下填满一样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要把11列的部分,所以在11的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OK,把这个前的符号加在列上面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列锁起来,这样的话打个勾 OK,向下填满 OK,那当然你这个列前面那个第一栏不用,因为我们没有要向右,所以 就不用就特别去锁栏 如果只是要向下的话呢,你只要锁它的列就数字部分,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样 再 思考一下用什么,用那个VBA来做 那如果我今天用VBA来改写的话,当然一样,后面我们会改写 如果用什么,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公式丢进来 帮我整个 执行完毕 另外可能就对应到一个清楚 那另外还有对应什么 如果我不是丢公式 我是希望用VBA 从 新写过,直接丢结果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要该怎么做 我先说一句好多 这就是